有这么一个国家,可以说是鸡蛋碰石头,不仅与苏联交过战,美国也对其发起过空袭。 但是这个国家始终屹立不倒,这个国家就是阿富汗。 事实上不是阿富汗太厉害,而是有多个原因,使美国与苏联,无法彻底攻下阿富汗。 当初苏联进攻阿富汗,只用了一周的时间,就完全控制住了阿富汗的重要城市,以及交通枢纽。 但是后来与阿富汗交住了九年,最后才退兵,美国攻占阿富汗,也仅仅花费了一个月左右时间。 但是从2011年直到如今,他们都没有能够消灭自己的对手,也正是因为如此。 很多人才会说阿富汗是美国最难以逾越的大山。 首先是自然条件。 地形。 阿富汗位于亚洲中西部,面积六十五万二千多平方公里,境内沙漠广阔。 沟壑纵横,中部雄尾的兴都库什山脉,绵延一千二百公里。 横观全境,支脉共占地四十一万平方公里,形成了阿富汗主要的山地地形。 山中激流交错,树木茂盛,地势陡峭。 平均海拔二千五百米左右,阿富汗的西南高原面积,约十三万平方公里。 平均海拔一千米左右,高原遍布住荒芜。 干旱的沙漠,这里人烟稀少,气候炎热。 当苏联进攻的时候,阿富汗军队,凭借对地形的熟悉,拖住了苏联。 不与之正面作战,而是打游击战。 而苏联士兵,本来就会有水土不服现象。 时间依九思乡之行犹然而生。 导致没有斗志。 而苏联九年都没能攻下来阿富汗。 国家财政支援不住了。 于是撤军。 其次是有士气。 俗话说一股作气,在而衰三而截。 当侵略者久攻不下时,士气就会逐渐衰竭。 但是阿富汗人民,是为了保护家园保护国家而战。 所以,他们会竭尽全力去抵抗外来入侵者。 而美国、苏联,遇到这种打仗不要命的军队。 士兵会想保护自己。 自然会畏缩不前。 再加上阿富汗本来就是民风飙悍之地。 百姓的战斗力也比较高。 大家拧成一股绳对外。 士气高涨。 战斗力也会大大增强。 最后是阿富汗,是一个较为分散的国家。 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。 国内约有二十个民族。 这些民族到处分布。 又有几百个部落。 而这些部落,基本是封闭的。 不听总部的指挥。 为求掌命侍从。 因此,就算当地的总统或者将军喊停战。 士兵也绝不会放下武器。 只会继续战斗。 虽然美苏摧毁阿富汗重要据点。 但是并没有打败这些部落。 惺惺之火可以燎原。 这些部落联合起来抵抗美苏的入侵。 美苏没有取得成功。 尽管阿富汗经济不发达。 但是穷山恶水出战斗人才。 战斗力还是很强的。 正是这三点原因的共同作用。 导致阿富汗看起来这么厉害。